10月30日,法国足球杂志举办的金球奖胜典即将在巴黎龙中上演。 谁将是2023年金球奖得主? 在CBS解说欧冠的钱阿森纳、巴萨巨星亨利给出了明确的答案。 美西,2023年金球奖考察范围是2022年8月1日至2023年7月31日。 在这期间,2022年世界杯无疑是重头戏。 美西以队长身份率领阿根廷夺得世界杯冠军,还获得赛会MVP。 金球奖评审范美丽,美西代表巴黎圣人尔曼、迈阿密国际、阿根廷国家队一共打进40球,送出28次助攻。 在CBS体育直播间,46岁的法国传奇亨利谈到金球奖的话题,很多人都在争论金球奖归时问题。 不过在我看来,赢得世界杯冠军以及世界杯的表现就是最重要的参考。 美西在世界杯的出色发挥,以及决赛的统治力,这个问题就不需要争论。 亨利点评,作为法国人,法国队输了决赛,我肯定是有点失望。 如果美西获得金球奖,你不能说他配不上。 2023年金球奖,冒出不少美西的竞争者,曼城的哈兰德,罗德里就是典型的代表。 亨利指出,很多人说,哈兰德和一些曼城球员也该获得金球奖,你也不能说他们不对。 这样我想起,莱万多夫斯基,2020年金球奖评选取消,这就是足球,为何不让他拿金球奖? 利物部民宿卡拉格直接了当地问亨利,下周一谁会抨击金球奖? 亨利用五个词两出答案,对我来说,梅西,不说了,就这样。 亨利一直非常认可,推崇梅西,当梅西在巴黎生日尔曼效力时,不少法国媒体球迷攻击梅西,但亨利一直力挺,新日巴萨队友,法国无援卡塔尔世界杯冠军,但大帝亨利始终是大格局,称赞梅西的表现从未有任何酸言酸语。 在本年度的金球奖争议中,梅西成为了众多球迷心中的热门人选,尽管各路媒体纷纷报道梅西夺冠的可能性,但仍有一些球迷持保留态度,特别是哈兰德和姆巴佩的支持者,然而法国足球民宿亨利的一番点评,再次引发了热议。 亨利在谈论梅西的金球奖命题时,表示,如果你看到了梅西在世界杯上夺冠的表现,你就不可能说梅西配不上金球奖了。 这番言论无疑给梅西的支持者们带来了极大的鼓舞,而卡拉格的追问更是引发了争议。 他询问亨利,认为谁能够拿到金球奖,亨利毫不犹豫地回答,那肯定是梅西,这个话题没有任何意义了,可以结束了。 亨利的表态也给卡拉格之前的发言打了个措手不及。 卡拉格曾在2005年时对金球奖名单进行过评论,但亨利的回应似乎将他的观点直接打链, 这一争论也让球迷们更加关注金球奖的结果。 无论如何,金球奖的归属将会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。 梅西作为足球界的传奇之一,他的职业生涯成就不容忽视, 然而哈兰德和姆巴佩等新生代球星的崛起也不可忽视, 他们出色表现引发了球迷们对金球奖的期待和争议。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,金球奖的评选将一如既往地引发热烈的讨论。 球迷们将继续支持自己心目中的球星,并对结果表达自己的观点。 金球奖的颁布将是一个足球界的盛世,我们拭目以待。 在本年度的金球奖角逐中,梅西备受瞩目, 众多球迷和媒体都认为他有很大的可能获得这一殊荣, 然而一些支持哈兰德或者姆巴佩的球迷。 对梅西的胜出持有不同意见, 在金球奖颁奖之前,法国足球民宿亨利发表了对梅西的评论, 引发了轩然大波。 亨利表示,如果你看到梅西在世界杯上夺冠的表现, 你就不可能说梅西配不上金球奖了。 他的言论直接打脸了一些对梅西持有怀疑态度的声音, 但被问及谁将获得金球奖时, 亨利毫不犹豫地回答,那肯定是梅西。 这个话题没有任何意义了,可以结束了。 这番表态更是给之前发表质疑言论的卡拉格当头一棒。 此前,卡拉格曾表示, 我在2005年时,在金球奖名单上看到了梅西的名字, 但他并没有获奖, 所以他是否配得上金球奖还有待上赫。 然而,亨利的发言明确表明了他对梅西的支持, 并且认为梅西胜出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。 梅西作为足球界的巨星, 他在过去的一年中展现出色的表现, 无论是在俱乐部还是国家队中, 他的技术造质和比赛统治力令人叹为观止。 尤其是在世界杯上, 梅西带领阿根廷夺冠, 他的表现更是令人难以忘怀。 虽然还有一些球迷对梅西的金球奖胜处持有不同意见, 但亨利的言论无疑是给了梅西的支持者们更多的信心。 金球奖的结果即将揭晓, 让我们拭目以待, 看梅西是否能够成为本届金球奖的最终获得者。 民宿亨利在节目中谈论今年金球奖的归属, 他提名梅西会获奖, 亨利表示对自己而言梅西就是今年金球奖的获得者。 他还表示这个话题结束, 意思就是梅西就是金球奖得主, 没有什么好讨论的。 不过亨利也给出自己的理由, 他认为梅西最大的资本就是世界杯冠军, 带队夺冠的方式太惊艳。 亨利提议, 看世界杯决赛的梅西, 虽然亨利是法国人还是法国民宿, 看到法国被阿根廷在世界杯决赛上击败有点失望, 但仍然, 既然梅西夺得世界杯冠军, 他就举了世界杯冠军。 哈兰德是梅西在今年金球奖上的最强加赏敌, 但竞争力远不如梅西。 亨利也进行了解释, 他认为追查哈兰德也没错, 用他们的道理不能说不对, 可是亨利支持梅西, 而且世界主流也认为, 梅西从世界杯冠冠后就锁定金球奖, 包括罗马诺在内的多个媒体和多位记者报道过, 梅西已经获得今年金球奖, 梅西获奖大势所趋, 如果梅西只是世界杯冠冠, 他可能不如, 哪怕在大赛隐身, 但有欧冠冠军的哈兰德, 可梅西不只是有世界杯冠军, 他还有世界杯金球奖, FMVP五个全场最佳, 七场都是阿根廷最佳, 进球第二, 助攻并列第一, 进关键球, 有上帝助攻, 过第一后卫, 点球大战都是第一个上, 而且全命中, 这个表现三个哈兰德都望尘莫及, 在此之前, 卡拉格曾表示, 我在2005年的金球奖名单上, 看到了一些有趣的抉择, 然而亨利的回答却让他无言以对, 亨利的声音, 无疑给了梅西的支持者更多的信心, 他们相信, 梅西将以无可争议的方式获得金球奖, 当然金球奖的最终结果, 将在颁奖典礼上揭晓,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, 这场关于梅西的争议, 无疑是给今年金球奖增添了更多的看点, 球迷们将继续热烈讨论, 期待着他们心目中的最佳球员, 能够获得这一荣誉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